今天是2023年3月19日 又是姜濤數據排名的成績報告 今天我要講就是Apple的數據排名成績 就去到3月19日 姜濤的世界排名上升了 這樣就由上一個report上升了193位 總排名達到563全世界 非常之好 全香港第二排名高 第一排名就是MC 差一點 但不要緊的 他們這次MC上升了16位 但姜濤上升了193位 現在去到世界排名563位 非常之厲害 中觀其餘的MIRROR成員都在下跌 或者沒有變過 譬如說呂卓安就沒有變過 都是1437位 柳應廷就下跌了701位 2700 陳卓賢就下跌了114位 936名 Anson Lo就下跌了27位 1303位 其餘MIRROR成員就沒有排名成績 因為Apple的機制就是 你如果在全世界排名成績 超過15000位以外的話 它是沒有任何排名的顯示的 我們很想而知究竟姜濤為何在這個星期上升了193位 這個真的很好值得去探討一下 因為之前Apple的成績 姜濤一直都是處於一個交著的狀態 在升幅又不是升得很厲害 又沒有跌幅很厲害 但是一直就處於一個交著的狀態 去到這個報告了 姜濤他的排名成績終於突破了 上升了193位 相當之厲害 那麼姜濤究竟做過什麼來呢 我們就慢慢看看這個數據分析報告 講到什麼給我們聽 OK 這次這個升幅這麼驚人 193位 它升幅了34% 其實最主要就是由四首歌大動 講出來大家都精刻 心領神會編四首歌 第一個就是《醉》 第二個就是《Dear My Friend》 第三個就是《風雨不改》 第四首就是《風雨》 第四首作品這句話 Sorry 那麼這四首歌呢 以《追》帶來的升幅是最強勁的 那麼我們回看進去呢 為什麼《追》會這麼厲害呢 它短短的上綁了兩... 即是姜濤版 不是哥哥版 姜濤版的《追》上了的 今天是19號 上了兩天多了 已經為姜濤帶來很大量的點擊和升幅 老實說 之前兩天《追》就出現過一個風波 對不對 說東方新地 就是叫做 華姜濤 叫做 在兩年前2021年 學校裡面不願意去唱《追》 對於說我的歌是老套 網民又說怎樣怎樣怎樣 作為一本傳統的媒體機構 他都立即改回整個標題 之前那篇文章 高等就有backup 放心 其實都不止高等 我想有很多姜濤的粉絲 應該有backup整篇文章 不止 姜濤自己就親自作出回應 作出回應 就是說 第一 他就沒有黑面 第二 他都尊重所有的歌手 第三 不要再用這些那麼傷人的東西去傷害 其實姜濤因為這篇文章 是受到傷害的 他也都知道這篇文章 說出來不是一個真實的說話 其實老實說 作為一個傳媒機構 你有這麼多材料可以報導 這麼多的角度可以報導 為什麼偏偏你要選一個最不好的角度呢 不好的角度是令到姜濤受到傷害 我的意思 這個這樣的角度 第一 不盡不實 第二 我當你沒有看過2021年那段片 你都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傳媒機構 你都要看一看 如果你想做一宗新聞 是比較 今天的姜濤2023年版 唱追的版本 和上當年2021年唱追版本 那時候的比較 我覺得完全沒有問題 還有有堅密的 但是你要報的新聞 你要報的角度 是要合乎那個事實 對不對 你不可以說 他不是黑臉的話 你說他黑臉 願意唱 你說他不願意唱 就是把整件事 反過來講 是吧 姜濤也都馬上出了一個 澄清了 當中幾千人去給反應 都覺得要支持姜濤 對於這些無理的指控 或者描述 要加以駁斥 好了 正正就是因為這件事件 我們都看到很多事情 那些事情我們還可以慢慢講 但是那個最主要最主要的影響 就是反映在這個 Apple這個排名 和追這個成績裡面 就可能正正引發到這件事情 原本其實都很多人聽 追這首歌 其實老實講 一點都不奇怪 當姜濤出新歌 或者嘗試去唱一首歌 無論那首歌 是不是他自己也好 翻唱也好 去唱一首歌 一定會爆聲的 很多人一定追著聽 所以他一定是帶動姜濤的聲勢 都不僅 好了 這次這樣的東方新地 出篇這樣的文章 去說姜濤 抹黑姜濤 這樣就更加多人留意了 不單止姜濤留意 可能你一分鐘不留意姜濤的人 都正正這宗新聞 搞到紅紅 正正這宗新聞搞到 很多人留意了姜濤 沒有的 這個世界娛樂圈都是這樣的 你有論文就自然有人關注 正正在這個報告反映了 很多人真的在想 東方新地這樣說法 我真的要看看姜濤是否唱得這麼不好 一來就追回2021年段片來看 一會再說 二來就追回剛剛出這個翻唱版本 這樣就正中下壞了 整個點擊率都上升 其實不應該用正中下壞 正正是叫做錯有錯著 令到整個追的升幅 就大躍進 令到姜濤的排名 也都是上升得很急速 是吧 我們看回2021年版和2023年版的追 是有分別的 其實2021年的版 講的是 當是兩年 姜濤那時候都唱得很好 但是呢 比起今天呢 今天的追 少了一件事 今天多了一件事 今天版的追 多了 致敬兩個字 你翻唱一個明星的歌曲呢 很多時候 那時候在不同的報告都說 姜濤這次的追 首先就播了歌出來 然後隔了一天 就播了一個MV 歌加MV 已經是用 即是表達到姜濤對於哥哥 張國榮的致敬 那什麼叫致敬呢 就不是你翻唱一首歌那麼簡單 你唱 追這首歌 他不是在唱姜濤的歌 有這個意思 追啊 哥哥的首本命曲來的嘛 不是 姜濤翻唱回哥哥這首歌 是 盡可能表達到哥哥的神髓 哥哥的意味 哥哥在推出追這首歌 的背後理念 姜濤一一表達得到 高等生不是什麼音樂人 也都不是一些很資深啊 評論一些音樂很厲害的人 我也都不是什麼作曲家 作詞家 我只要對音樂少少的認識 但是我都感覺到姜濤的致敬 他能夠把哥哥這首追 他沒有將他變成姜濤的歌之餘 而令到發揮到翻唱致敬 我還以為 是姜濤做得到的 其實當當姜濤追 我自己是有點擔心的 我擔心什麼呢 我就是擔心豬肉在前 而那個豬肉就是Anson Lo 他翻唱哥哥的偷情 當時哇 鋪天蓋地 我可以告訴你 鋪天蓋地這樣 對Anson Lo 這次唱《偷情》這首歌 猛烈抨擊 是吧 體無顏膚 那種 高等生的立場 是一律覺得這樣去 就是希特斯去攻擊別人 是不應該的 是吧 即是就算誰都好 就算誰都好 是吧 我覺得不應該 重視那個是Anson Lo 那我是擔心的 我是擔心究竟發生什麼事 即是姜濤呢 再出現這個 追這首歌 我是擔心 好像上當日 Anson Lo被人追擊一躍 不斷追擊啊 姜濤 當然 有人追擊啊 但我那些不是Haters 反而是傳統傳媒 當然有些細的 topic 即是彈一下姜濤 唱追我表現呢 是有的 喂 但是原來呢 追擊得最重要的那個 是傳統傳媒的 東方新地 嘩 我自己高等生 我都承認我跌了眼鏡 我的推測錯誤了 這個Haters 不是普通的Haters 是傳統傳媒 亦都失望 即是失望 是不是 你作為一個傳統的 有地位 有明星的東方新地 你用這樣的角度去數姜濤 是很令人失望的 一種這樣的報道方法 所以 我有點擔心 但是正正這個report 告訴我們 縱使 是有傳媒機構 或者是有傳統傳媒機構 去說姜濤做得不好 唱得不好 黑面 這樣的人 但是都沒有了他的上升點擊率 都依然有很多人去聽 是吧 他那首歌 我致敬哥哥 加上我首MV 之後我每天的推出 就更加印證到 高登仔的推測 高登仔的推測 就是整個MV 整個MV 它是 用一個很簡單的表達方式 就是姜濤 插著咪 在這裡唱哥哥的追 拍得他的樣子 甚至不清楚 起碼有很多個疏 是吧 就算清楚的 都用打燈的方法 不打姜濤這麼清晰的面紅 是吧 姜濤 帥仔 眾所周知 他就是要故意 把自己的臉 掩蓋了 把自己的臉 沒有那麼突顯出來 讓別人去集中 注意力聽他 長追這首歌 這個相當之重要 是吧 相當之重要的一個效果 就是別人會集中 去聽他追這首歌 他沒有去刻意回避 他真的在唱哥哥的歌 他簡直是告訴你 我真的在唱哥哥的歌 明白嗎 我簡直是向他致敬的 我沒有唱一個姜濤白的歌 這個是相當之重要 告訴你 有很多香港的歌手 以前 當然可能以前流行 當你翻唱別人的歌 當你翻唱著名的金曲的時候 盡量加入自己 大量的Style 姜濤布 他嘗試用一個貼近哥哥 用一個致敬的心 謙卑的心 低調的心 去翻唱哥哥這首 追 所以令到別人聽得很舒服 總之有很多YouTuber 或者傳統一些傳媒 去分析追這首歌的時候 就經常說 咬文雀志 唱功怎樣 或者唱功技巧是怎樣 從這些方面去分析 沒錯的 但是留於表面 你們所缺乏的一件事 就是沒有否釋到姜濤的內心世界 究竟他抱著什麼心態去唱這首 追 高登仔 是絕對了解清楚 和告訴大家 一個致敬的心 一個敬畏的心 他希望用一個謙卑正能量 翻唱哥哥這首追 所以他在比2021年唱追的時候 的心態是轉變了 那時候他未必有這種心態 但是今次 今次這樣的紀念哥哥的活動 之後會開演唱會 出一些紀念大碟 都會收錄姜濤的追 或者是其他歌手翻唱哥哥的金曲 都會有的 這些就是告訴大家 姜濤的勁在什麼地方 因為我們經常說姜濤個英俊 其實老程度的liche 是一定的 而這個彩仔 老程度上可能會令我們分心 但我告訴你 你聽了追這首歌 你就知道姜濤除了英俊之外 原來他的實力已經去到這個level 去到這個level 令到我們覺得 他已經是脫胎換骨了 整個人是不同了 整個人可以向著他自己音樂的目標去進發 相當之厲害 你不能夠阻倒他 我告訴你 你留意一下其他翻唱哥哥的歌手 他們是加入了很多自己個人的元素 可能在20、30年前這樣是沒錯 就算是愛國也是 沒錯 但其實去到現在2023年了 有一個風潮 就是大家在當我翻唱人家金曲的時候 盡量真的唱他的心態 他的心聲 他當時唱這首歌的背景的心情 這些才是最終的實力 不是個個做得到的 我想姜濤是第一個能夠將這一個最新的理念發揮出來的人 謙卑低調 你可能在說20、30年前 如果你唱另一首歌 它可能本身是慢歌的 你都加入一些元素 變成一個快歌曲 都不頂 這個真是很特別 所以我們真的要去慢慢了解這件事 所以追這首歌 為什麼這麼多人聽 就集合了天時地利人和 對不對 所以2023年 怎麼會不是姜濤的世界 你就憑一首歌 已經集合了天時地利人和 去令到大家這麼多人去欣賞 而大家都去Apple Music那裏聽 追這首歌 令到那個上升率非常之厲害 大家都追著追去聽 那就令到姜濤的排名 自然成績好 其實除了追之外 其實還有Dear My Friend 第二首歌Dear My Friend Dear My Friend 她的成績在Apple Music都相當之好 姜濤的Dear My Friend 就紀念她的一位好朋友中鋒 由她識於美視 在尋找這個音樂之路上面 提供很多的心靈協助 可能還有很多實質的幫助 我們不知道 當然 那這個就直接是一個 真是很開心 和很開心的一個經歷 但是當然 你最終 姜濤為何要作DM i Fan 就是因為建基於一個悲傷 這個悲傷是說中鋒的離世 是不是 打打打波 突然心口痛 心臟病發 搶救無效 姜濤面對這種痛失知有的悲哀 他當然有一個悲哀的時期 但是他都能夠把悲哀的心情化了創作的能力 去通過Dear My Friend 將對朋友的思念一一表達 通過歌詞 通過歌曲去表達出來 治癒心靈 當然之後有很多NGO 很多不同的 關於這些 或者可能喪親的輔導服務 都有運用Dear My Friend 其實我想在於姜濤 他真是一個沒想那麼多的人 他都沒有想過我作Dear My Friend 到現在去到這個這麼紅 或者是這麼受歡迎的地步 在YouTube過了二千多萬 而在Apple Music 亦都是第六位 相當之厲害 我想他猜不到一個地方就是 一個上榜這麼久的Dear My Friend 都有這樣的成績 不過我告訴姜濤 這件事是絕對正常的 如果姜濤有聽我的頻道 正常在於你我手這樣的Dear My Friend 就正正可以震動了人心 而震動人心就是告訴大家 這件事其實每個人都會發生 你不一定要喪失朋友 可能你的朋友移民了 可能朋友住交離開了你 或者分手 同門女分手 甚至可能親人的離世 動物的人的離世 總之你的所關愛 所關注的東西 離開你的身邊 那你已經是可以聽Dear My Friend 有共鳴了 所以這個就相當之厲害 令到人家 沒有辦法不稱讚姜濤 這首歌的厲害之處 當然姜濤的十胎 為何到今時今日都這麼多人聽呢 我在其他的分析報告都講過 但Dear My Friend是尤其重要 因為我們從這個Dear My Friend裡面 悼念他的好朋友 作為一個歌手 他做Dear My Friend 都是很紅的時候 很多歌他可以選擇 他可以選擇很多的情歌 是吧 所有人都知道 香港唱情歌 都發展出一個很好的成績 但是我們姜濤 沒有這樣做到 其實你看回他十胎 唱情歌的意味的歌是少的 反而更加多是唱他的理念 他的想法出來 這件事大家一定要佩服 作為一個偶像歌手 還要這麼英俊 你都能夠放棄唱情歌的話 證明他的實力 已經是我們想像之外這麼厲害 是吧 這件事你不能不佩服姜濤 所以在Dear My Friend 在這次的report Apple Music 他都明列前茅 依然這麼多人聽的 對不對 姜濤去了這麼多年 唱了這麼多歌 這麼多作品 Dear My Friend 依然都是為列前茅 你都不得不佩服姜濤 當日的視野 有人就說 這些歌都是別人幫他作的 喂 你說這個故事出來 你要這樣去想這件事 你要作詞作歌的人 明白你的所想的話 你是需要表達得很清晰 以及一個真實的表達 不是隨便作個故事 去告訴作曲作詞人 他就可以作到這些歌 不是的 他一定要 我相信他們應該看過姜濤哭 就是說這個朋友的往事 朋友的際遇 朋友的離世 甚至送他一程 最後一程 我想作詞作曲的人 都有了解得到 所以我可以做到 姜濤真摯的表達 才造就了他們 可以創作到 Dear My Friend這首歌 而這些努力 大家一眾的網民 或者社會大眾 是了解 和明白 和很欣賞 你看到 姜濤這首歌 都依然去到今天 這麼多人去聽 就知道大家 對於這一首歌的評價 想當日 Dear My Friend 都成為日本的 音樂頻道的推薦歌之一 成績 早就衝出國際 但是 當然 他們主要的支持者 一定是香港 我們的姜濤 但是有時候 我們不需要這麼 居公自衛 我們 只要知道 姜濤 是我們的身邊 那麼我們支持他們 就已經足夠了 所以Dear My Friend 在這個Apple Music 來講 真是相當之厲害 能夠 這麼久了 推出了這麼久了 都能夠去 這樣 就是 有這樣的成績 那麼我們都足以見到 姜濤的實力 接著就是到 風雨不改 風雨不改 不用說了 媽媽有了第二個主題曲 是嗎 風雨不改 自從媽媽有了第二個 在Disney Plus 獨家上映了之後 風雨不改的點擊率 是上升得很厲害 我還記得那天很容易記起 今年套年的年初七 Disney Plus 獨家上映全香港 應該是全世界 但是媽媽有了第二個 是不是 那些人 就算你是不是喜歡姜濤 你在Disney Plus 他經過他的系統 AI的Promo 你都一定是可以看得到 可以按進去看的機會 那麼我相信 一定有很多人 未看過姜濤 或者是 未必是姜濤 那因為 Disney Plus 系統的推薦 而按進去看媽媽有了第二個 那我也都很有信心 當他一開始看媽媽有了第二個的時候 是會看下去 而且會喜歡姜濤的 我身邊很多朋友都是 看媽媽有了第二個 第一時間就是帥 第二時間 開始覺得他好戲 第三時間 開始覺得感動劇情 接著就開始聽回這首歌 喂 是這個風雨不改了 是不是 喂 大家老實說 你要看戲 現在不是說可以 通街有個APP 就可以看到媽媽有了第二個 是不是 隨時坐車也可以 乘坐地鐵也可以 乘坐天星小輪也可以 乘坐飛機也可以 但是問題上 你未必那麼容易 你的眼睛在街上走 危險的嘛 那就聽她這首歌 是不是 聽Apple Music 風雨不改這首歌 所以相對風雨不改 那個點擊率是上升得很快 而且很平穩地爆升的 大家喜歡媽媽有了第二個 所以在這個後網絡時代 媽媽有了第二個 這套戲 也是帶動回這首歌的上升率的 色色相關一環扣一環 這個也是這個世界的 後網絡時代的影響 所以 風雨不改都帶來 這個這麼高的點擊率 就令到姜濤的世界排名繼續上升 那麼 最後一首作品的說話 當然是不用說了 作為2022年最新的一首歌 最新了 已經大 新極 都已經 已經是上年的事 OK 支持率都依然這麼高 這麼多人聽 是不是 作品的說話 他透過作品的說話 帶出戰爭的可怕 對於大愛的關切 對於世界的關切 剛剛都提到 作為一個偶像派英俊歌手 他都還要選一首作品的說話 這麼大膽的歌 去唱 所以值得他成功的 值得他受歡迎的 所以 作品的說話 作為他2022年最新的歌 就算你剛剛成為姜濤 或者是姜濤的知役上前 都有很多系統 不單是Apple Music 可能是Spotify YouTube 都會推廣這首歌給你聽 令到你去知道 什麼是作品的說話 究竟姜濤的理念是去到哪裡 所以 就是 淋淋種種 姜濤的新嘗試 而這些新嘗試 都會帶來成功 所以就是令到姜濤 一步一步 數據也好 支持度也好 踏上成功之路 這些就是告訴你 姜濤的利害之處 沒有的 這些東西 不能夠不承認姜濤的利害之處 所以我們自己就慢慢去看這些報告 分析這些報告 就可以看到這件事 亦都可以幫到2023年 究竟姜濤的方向 努力層面去到哪裡 所以2023年一定是大好的一年 而且會成功 放心 一定會成功 只不過是我們看看 他的工作量如何分配 分配在哪個重點上 但是你說長遠來說 不能輸 所以今天就是這個 Apple Report 帶給你們的分析 姜濤世界排名 又上升了 193名 相當之厲害 現在563名 Report是2023年3月19日 今天的Report就是這麼多 明天同樣時間 我們會繼續有姜濤數據排名成績的報告 到時候敬請留意 多謝支持姜濤 多謝支持高登仔 記得加入我的會員頻道 雖然沒什麼看 當是一種支持 好 明晚再見 拜拜